那種悲哀呀 撕裂的痛啊 一直一直想的是家屬的悲痛 他就買了一雙血給他媽媽 還跟媽媽說 你愛親那一位女兒 那就是孝順女兒 這一婆就無法見到媽媽了 那媽媽呢 也是那樣的心痛 她穿了鞋子 她說 女兒買給我的鞋子 我穿了這一雙鞋子來參加 可以想像她的痛 自己人也要陪在她的身邊 要讓她痛的哭啊 最後自己人把她擁抱了 實在是現在需要的是這一群家屬 要好好的撫慰她 讓她花謝 在殯儀館那邊還是有持續祝念 還有持續的這些陪伴家屬 上去 上去 因為我太太躺在那邊 她其實覺得說她很想睡覺 她已經有點沒有氣力了 是吳醫師一直握著她的手 一直叫她 一直鼓勵她 要她為了小孩子要撐下去 趕快 敵人不過 大量的傷患 我們先把她安置在鐵腿兩側 人都是點的 擠成一團 扭成一團 那個都是沒有思考的思考 我也跟我們救我兄弟一樣 說你們會看到不知在 但是心裡相信 他們都是善的 你們勇敢地幫她撿回來 能為感謝 我們有兩位醫師在接 24 25 26 27 28 在第一時間 我們就動員了大概一千位 這個所有的醫護同仁 做一個段落 要乾淨 還要整齊 金色師傅在第一個時間 就馬上在金色準備熱食 很多的志工就來幫忙裝便當 師傅他們這一分心 就是把它全部放在他們能夠提供的 此機也提供了所謂的革品 也讓人家感受到 對於事故當事人的尊重 花蓮冰衣館這邊也設立了服務站 事實上是徹夜在那邊陪伴有需要的家屬 外的一切東西是帶不走 很多的志工也都在現場幫忙 不干擾 不打擾 然後就是默默地陪伴 只是跟著掉眼淚 也是一種貼心的陪伴跟關懷 在生的人要安心 靈才會安 使其人及時的擁抱富貴 讓他們那樣心靈的壓力 那種悲淒痛苦 讓他們有一個花謝 我們要回家了 又忽畏 慢慢讓大家一當平息 這都是表達出來 對他們的關心唯有的能付出的 所以這都是愛的能量 這一步真真是大哉教育 我們真真是要去體會 驚世的財難 我們經濟的江湖要抬頭 真是財難 大哉教育